姆潘巴现象是什么? 姆潘巴是出生在坦桑尼亚的一个中学生。 1963年,在一次制作冰淇淋时偶然发现, 热的牛奶会比冷牛奶更快结冰。 于是这种在相同质量和冷却环境下, 温度高的液体比温度低的液体先结冰的现象, 就被称作了姆潘巴现象。 像我们经常在视频里看到的东北或者俄罗斯一些严寒地区泼水成冰的画面, 他们很多用的就是热水。 那热水为什么会比冷水先结冰呢? 其实,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这些大师们都曾研究过, 但均未得出明确的结果。 有些科学家猜测这种现象可能和水中的杂质有关, 于是就取来纯水进行实验, 把不同温度的纯水放进冰箱里冷冻。 比较结冰时间后,得出热水仍然比冷水结冰快, 于是这一猜想也就被否定了。 直至2016年,新的研究人员提出 轻溅可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水的化学试试H2O, 水分子间的轻溅长度会因水温产生变化。 冷水中轻溅较短,热水中较长。 如果我们把轻溅比作是拉伸的弹簧, 那么拉伸的越长,它回缩的速度就会越快。 因此,这种解释也成为了目前的主流观点。 但这仅仅是观点, 其真正的原因还有待科学家们进一步考证。 一张纸最多可以对折几次? 一张普通A4纸的厚度大约为0.1毫米, 面积为210毫米乘以297毫米。 在不考虑外界因素的情况下, 每将A4纸对折一次, 纸张的厚度就会增加为原来的一倍, 而面积会减少为原来的一半。 生活中一张A4纸最多可以对折7次, 折叠后纸张层数为128层, 也就是256页。 这个厚度相当于一本书的厚度。 当对折第8次的时候, 这就好比把一本书对折, A4纸已经很难再对折下去。 若在理想情况下, 将纸张对折42次, 折叠后纸张厚度可达42万公里。 这个厚度已经超过了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距离, 38.4万公里。 将纸张折叠103次, 已经超过930亿光年, 足以突破目前可观测宇宙的边界。 当纸张同向对折时, 排除对折过程中纸的反抗张力影响, 纸的厚度影响外, 一张纸能对折多少次, 最关键的是取决于纸的长度。 如果把纸张反向对折, 则需要更大长度的纸, 一张长1100米, 厚度为0.07毫米的新纹纸, 最多可以对折11次。 2002年,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圣马克中学的师生们, 用长度为4公里的厕纸, 对折了13次, 创造了纸张对折最多次的世界吉尼斯记录。 分享一组有趣的数字, 即使是再渺小的进步, 只要坚持下去, 就会有大收获, 而每天退步一丁点, 日进月累, 可置深渊。 量子纠缠是什么? 量子纠缠是一种在经典力学中不存在的, 只发生于量子系统中的现象。 当几个粒子在相互作用后, 形成为一个整体时, 这些粒子所拥有的特性就会综合为整体的性质, 这就叫做量子纠缠。 此时, 一个粒子发生的所有情况都会立即影响到其他粒子。 如果我们说两个电子处于量子纠缠, 那就意味着, 当我们对其中一个电子进行测量时, 改变了这个电子的量子态, 另外一个电子的量子态也会立即发生变化。 尽管我们并没有对另外一个电子进行测量, 尽管这两个电子可能距离非常遥远,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形容量子纠缠就像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感应。 爱因斯坦把量子纠缠置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 不可能有比光传播速度还快的物质, 并以此来驳斥量子力学的不合理之处。 然而, 停留在理论阶段的争论并不能让人信服, 于是就出现了薛定谔的猫。 在我们没有打开盒子之前, 薛定谔的猫是只既死又活的猫, 这种状态就叫做量子叠加态。 微观物质会以波的叠加混沌态存在。 如果我们打开盒子进行观测, 猫构成的波函数会由叠加态立即塌缩到某一个本征态。 微观物质也会立刻选择成为粒子, 那么猫就会随机产生生或者死两种情况。 这个实验把微观量子行为拿到了宏观世界来推演, 猫的死活就像是处于量子纠缠的两个粒子。 2017年我国研发的量子力学实验卫星莫子号, 发现两个量子纠缠的光子被分发到相距超过1200公里的位置后, 仍可以继续保持其量子纠缠。 2018年, 芬兰·麦卡·西帕兰教授领导的团队, 成功地通过了两个独自振动的骨膜, 演示出宏观的量子纠缠。 相信量子纠缠在不久的未来会有更多实质性的发展, 比如在通信领域实现量子密室分发, 把处于量子纠缠的粒子分发给通信者。 任意一个粒子被测量都会被对方发觉, 有效避免监听。 乐洛三角形是什么? 乐洛三角形是一种特殊的圆弧三角形, 由德国机器学家乐洛于19世纪首次发现并命名。 画一个正三角形, 然后分别以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为圆心, 三角形的边长为半径, 画三个圆。 这三个圆相交的部分就被称为乐洛三角形。 由乐洛三角形构成的三维立体结构, 改良后可以得到麦斯纳四面体。 将书本放在麦斯纳四面体上移动书本, 有趣的一幕发生了。 我们可以发现书本可以平滑地移动, 并没有出现颠簸感。 看起来就像是把书本放在普通的圆球上移动一样。 换一杯水, 放在麦斯纳四面体上移动水杯, 水杯可以平稳地移动, 杯子里的水也不会洒出。 将乐洛三角形放在与它相切的两条平行线中, 不管乐洛三角形怎么运动, 它始终保持在两条平行线内运动, 并且与其相切。 也就是说, 乐洛三角形和圆形一样具有定宽性。 像这样具有定宽性的曲线, 我们称之为定宽曲线。 这也是井盖为什么大都是圆形的原因。 当然, 美国旧金山就有我们所提到的乐洛三角形井盖。 不仅如此,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德国工程师汪克尔利用三角转子旋转运动原理, 制造出一款特殊的发动机。 随后, 马自达公司赤巨资买下了这项技术, 研发出了著名的转子发动机。 鲁珀特之类是什么? 将融化的玻璃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滴入冷水中, 就可以得到一个尾部细长, 头部圆润的玻璃制品。 早在17世纪的巴达维亚, 人们制作出来这种形状独特的艺术品, 并将其送给了当时的鲁珀特王子。 后来, 鲁珀特王子又将它献给了英格兰查理二世, 因此得名鲁珀特之类。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鲁珀特之类, 却足足困扰了科学家们将近400年。 鲁珀特之类的头部非常坚硬, 子弹都无法打穿, 但细长的尾部却十分脆弱。 这样一个特殊的结构, 到底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呢? 从墨式硬度上看, 玻璃的墨式硬度为6到7之间远大于铜、钢, 而融化的玻璃在接触冷水时, 表面的冷却速度大于内部的冷却速度, 从而使表面向内形成一种强大的抗压硬力。 但这种压硬力会被内部的拉硬力抵消, 从而使鲁珀特之类能够保持稳定, 足以承受巨大的外力冲击。 但是鲁珀特之类也有它的致命缺点, 那就是它纤细的尾巴。 只要稍稍用力捏一下鲁珀特之类的尾部, 它的头部就会瞬间爆裂粉碎。 这种碎裂原理叫做裂纹扩展。 裂纹扩展指的是材料在外界因素作用下, 先产生裂纹核,再延伸开来的过程。 当纤细的尾部破裂时, 导致了鲁珀特之类内部受力的不平衡, 裂纹就会瞬间传遍整体,使其全部粉碎。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裂纹传递速度非常之快, 可达每秒1450米到1900米, 这个速度是生素的5倍。 从物理的角度来看, 这种奇特现象的产生叹其本质, 也正是玻璃材料自身的硬度特性, 和鲁珀特之类特殊的力学架构综合影响的结果。 其实,鲁珀特之类除了外形浪漫, 它的物理特性也和爱情有几分相似之处。 爱情里有着能够对抗全世界的勇气和坚定, 也有着一处就受伤心碎的脆弱, 而这个小小的脆弱的鲁珀特之类的尾巴, 应该就捏在爱人手中吧。 勇动机是什么? 勇动机就是一种不需要任何外界能量输入, 或者只需要一个初始能量就可以一直运动下去的机器。 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13世纪一位叫亨内考的法国人提出了一种勇动机的设计方案, 被称作魔轮。 它的主体是一个会转动的轮子, 轮子的边缘均匀安装了12个短杆, 每根杆子的端点都有一个铁球。 亨内考认为, 轮子左右两边球体的力矩不同, 因此可以带动轮子持续转动。 然而实际情况是, 力矩大的一端, 铁球的个数少, 轮子并不会一直运动, 摆动几下便会停止下来。 这个方案虽然失败了, 但是人们始终没有放弃对涌动机的研究。 后来又陆续出现了水力涌动机, 磁力涌动机等等, 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时间到了19世纪中叶, 在科学家们的不断努力下, 伟大的能量守恒定律被发现了。 即能量不会凭空产生, 也不会凭空消失, 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 而能量的总和是保持不变的。 这条原理的提出使制造涌动机的梦想彻底粉碎。 这时又有人提出, 能不能不违反能量守恒定律, 从海洋或者大气中吸取能量, 转化为机械工呢? 这就是第二类涌动机。 然而, 经过大量的实验证明, 1851年英国物理学家凯尔文提出的 另一条普遍原理, 即物质不可能从单一的热源吸取热量, 使之完全变为有用的工, 而不产生其他影响。 至此为止, 第二类涌动机的幻想也破灭了。 其实早在1775年, 法国科学院就不再审查关于涌动机的一切设计了。 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 虽然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 但毋庸置疑的是, 涌动机还是不可能实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动机 不可能实现的新闻 tend着ド ナミック 提供的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形成了降雨 那么人工降雨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人工降雨技术根据不同云层的物理特性 在合适的时机借助高炮、飞机、火箭 向云中播撒催化剂 或者在地面布置燃烧炉 通过自然的上升气流将催化剂送入云中 云层中云滴在催化剂的催化下迅速增大 形成雨滴降落到地面 以达到降雨的目的 人工降雨有不同的作业方法 如果采用冷云降水的方式 就需要使用飞机等播撒干冰、点化银等催化剂 促使冷云上方冰晶密度增大 从而产生降雨 而想要使零度以上的暖云降水 可以在云中播撒盐粉、尿素等吸湿性粒子 促使雨滴的形成 那么一次人工降雨的费用是多少 一枚人工降雨火箭价值在2000到4000元 发射人工降雨火箭发射价价值在20万元左右 再加上运输费、押送费、保管费、发射费等 发射前还需要进行数据分析、GPS定位等间接投入 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地区干旱都可以通过人工降雨解决 目前的技术只能实现人工降雨 还不能实现人工造雨 只有在云层本身已经降水或者即将降水的情况下 人工干雨才能发挥作用 因此降雨前对降雨效果的预测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最早实现人工降雨是在1958年 对当时的吉林省面临60年未曾遇到的大汗 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 从最初的试验到如今现代化的技术应用 人工降雨已经成为我国抗击汗灾的主要方式之一 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耕耘波雨不再只是神话 反物质是什么 反物质就是与正常物质状态相反的物质 比如原子的原子核带正电 核外是带负电核的电子 而在反物质的世界里 它是由带负电的原子核和带正电的电子构成的 也就是说一切可以相反的性质都会相反 最早提出正电子存在的 是英国物理学家迪拉克 他从理论上论证了正电子的存在 1932年 美国物理学家安德森通过实验证实了正电子的存在 1955年 物理学家赛格雷 张伯伦等人发现了反质子 1956年 美国物理学家考课又发现了反中子 渐渐地 人们意识到 不仅仅是电子 质子 中子 所有微观粒子都有相对应的反粒子 反粒子的发现也让人类渐渐接近反物质的世界 物理学家猜测 宇宙诞生之初曾产生等量的正物质与反物质 二者一旦接触就会发生烟灭 相互点消 发生爆炸 产生大量的能量 但是如今物质构成的世界却很难见到反物质的身影 这种正反物质的不对称现象也成为物理学家们至今未能解答的难题 此时可能有人会问 反物质到底在宇宙何方 在地球上我们能见到反物质吗 科学家猜测 宇宙中可能存在完全由反粒子组成的物质 但粒子和反粒子就像是冰和火一样是两个极端 一旦相遇 要么相互抵消都消失掉 要么一方被另一方吞噬转变 因此 反物质虽不被否定 但却是极难存在的 不仅如此 人造反物质的制造过程也非常不易 造出一克反物质需要花费上万亿美元 那么 人们为新尽力研究反物质到底有什么用 其实 反物质在医学领域已经得以应用 不少医院使用的PET设备就是通过正电子来显示身体图像 除此之外 正反物质相撞时产生的能量巨大 一克反物质释放的能量相当于4.3万吨TNT炸药爆炸时产生的能量 而且转化率为百分之百 没有任何残留 因此 反物质不仅仅是研究宇宙起源的关键 也是潜在的巨大能源 如果以后能加以利用 相信科幻电影里的世界很快就能照进现实